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MonsterMatch 它可以輕鬆的把2D照片轉換成3D模型 讓你歡喜入住你自己做的室內設計空間裡面 一般在我上SweetHome 3D這個課程的時候 我都會介紹一個外掛程式 來把強體轉換成3D模型 來做成比如說像下面你所看到的2D做成的樹 或者是我們在下面這裡有這樣的人形立牌 還是在我虛擬攝影盤裡面 我常常會拿來做Logo 那這樣的方式它的好處就是它已經是3D的模型 所以也可以產生真實的陰影 但是缺點就是因為它就是薄薄的一層 所以您可以看到像我在這邊 那已經是一個開源的方案 所以我們可以使用手繪的方式直接做 或者你直接透過PNG的透明圖檔 就可以直接取得它的外框 而且你還可以透過類似像我們Photoshop Ellustrator After Effects這樣的一個操控彎曲工具 直接做它的動畫喔 在MonsterMesh的官方Help裡面呢 其實各位你可以看到它裡面有比較詳細的說明 也有提供像這8個範例檔案可以供大家做參考 那我們現在呢把這個網址打開之後 你可以找到右上角的Help 在這裡首先你可以看到它是怎麼樣去 去繪製一個角色 如果你想要有對稱的模型 你只要在畫好的筆記上面點兩下 變成紅色的 那它待會呢就會產生一個對稱的模型出來 畫好完成之後 你只要按下膨脹它就會像這樣直接就變成一個立體的 所以很有意思 接著呢如果你想要把它變成動畫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就在第三個步驟 好像釘圖釘一樣 把你覺得想要移動的位置加上圖釘 我們就可以把它錄製起來 變成一個動畫 這個呢就是MonsterMesh的一個基本操作 那你也可以找到它官方裡面 像這些模型都是很有意思的 比如說像我們找到這隻鳥 你可以很清楚看到呢 它這裡就有一個完整的動作秀給你看喔 那我們回到它的Draw第一個步驟 你可以看到眼睛 翅膀還有腳 它都是成雙成對的 所以它在這邊呢就變成紅色的 好那當然你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你覺得 這有畫錯了沒關係我不需要變紅色的 你就再點兩下 它就復原成 原本黑色的部分 只要按下這個 它就會做一個膨脹的效果 那您就可以馬上看到這樣的一個成果囉 現在我們就馬上來試看看 怎麼樣用照片的方式來產生3D模型 首先我們先找到一個這樣小朋友的照片 那我們呢 可以先把這張圖片複製起來 放到我們之前介紹過的 Remove Background這樣的雲端去背服務網站 把它上傳上去之後 取得它的一個去背後的影像檔案 您就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另外會把這個原本有背景的圖檔 也把它儲存起來 那當你準備好這兩張圖片之後呢 我們待會就會進到 方式的Mesh裡面 首先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 第一個我們需要把原本沒有去背的這一張 當作是它的材質來使用 接下來呢 我們會使用 我們剛剛去背後的這一張PNG的透明圖檔 讓它直接從這張圖片裡面 取得它的外框的一個遮罩 選按這裡 我們把材質的部分 從這個檔案把它載入進來 接著呢 我們選到第四個 讓它直接選擇我們剛剛去背好的PNG圖檔 直接產生這個外框的形狀 直接產生這個外框的形狀 接著我們就可以按下Inflate 它馬上就變成像這樣子囉 那你按滑鼠左鍵的時候 可以平移它的模型的位置 按滑鼠中間 按住不放 拖曳 就可以旋轉它的角度 那這樣你就可以看到 很像我們在做吹氣球的那個動作 它就整個就膨脹起來了 接著如果你想要做動畫的話 我們來按下Animate 那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在圖片上 點上圖釘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移動它囉 這樣把它點上去 走這邊就可以張開一點 好那至於說圖釘要點在哪裡 這個就要看你的 圖片本身所需要製作的效果 那我們呢 可以確定好你要做哪個動作之後 按下錄影 那這個時候它就會幫我們把 這個路徑把它記錄下來 這樣就有了 有一個點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點到其他點 繼續來做錄影的動作喔 比如說我想要手也順便跟著這邊做一個晃啊晃的 這樣也OK 這樣兩個就一起進來了 那當然如果說你覺得這個點我不要了 您可以先把它停止一下 在滑鼠這邊 節點上面點一下 按鍵盤上的Delete 就可以把它的動作把它清除掉 那當然如果你是節點本身不需要的話 我可以點到這個節點 按下Delete 那它的節點就會被清除 最後呢我們來看一下 專案要怎麼儲存 跟怎麼匯出3D模型的動案 那首先呢 你可以把它的專案儲存起來 在 MonsterMatch裡面呢 儲存專案的時候 它會變成一個EIP的壓縮檔 裡面呢就會包好我們所有的這些內容 在匯出的3D模型格式上 目前MonsterMatch它支援了OBJ 還有GLV兩種的3D模型格式 那OBJ的話呢 目前是只有支援靜態的 如果是GLV 它則是可以包含我們剛剛所製作的動畫 也都可以包含在檔案裡面 那如果你是輸出OBJ的話 它總共會下載3個檔案 一個是OBJ的模型 另外一個是MTL材質設定檔 還有它的材質影像檔 PNG 那如果你是匯出GLV 它就只有一個GLV的模型檔案 那我們現在呢就可以來試看看囉 從這個地方按 我們在輸出OBJ檔案格式的時候 如果您剛剛是有製作動畫 您可以看您想要的是哪一個狀態 在那個影格把它停下之後 我們匯出的就是那個影格的 OBJ的3D模型檔 在我們進入3D之後 找到家具插入家具 接著我們就可以找到 剛才我們所匯出的 OBJ模型把它放過來這裡 正常情況下 如果你的模型跟材質放在同一個目錄 它就會自動抓到 好 接著我們就可以下一步下一步 那你進到這邊 如果檔案太小的話 你可以把它變大一點 或者我們在這邊把它變成150 好繼續繼續 這樣我的模型就會到裡面來囉